国际焦点先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乌克兰从阿夫迪夫卡撤退 有大约300名的商兵没有被带走 如今证实被抛下的商兵已经有人遇难 他被俄军杀害前的最后通话录音也曝光 另外俄罗斯一名军事网红 曾经质疑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作战策略 最近也离奇丧命 外界就怀疑他的死因恐怕不单纯 这是乌克兰第三图景旅当初杀出血路 护送同僚撤退的镜头 尽管成功避免俄军前行包夹 却还是有部分受伤的乌兵来不及撤出 受害者包含这名定义 受害者包含这名定110旅的士兵 他当时和家人最后通话后便失去音讯 最后证实遭恶军杀害 俄武战争两周年前戏 俄军好不容易夺下阿夫迪夫卡 但现场早已沦为鬼城 只剩下一些乌军来不及带走的弹药 而这也是俄军牺牲大量鲜血换来 先前一名曾质疑阿夫迪夫卡作战的俄罗斯军事布洛克 惊传亲身丧命 不过近期太多俄国讲真话的人死于非命 他的死因恐怕不单纯 除了乌冬情势升温在南部赫尔松地区 依旧三不五时响起空袭警报 现场还出现乌军新挖掘的战壕 显示想加强防守 俄罗斯之前还宣称夺下地涅薄河左岸的克林基小镇 不过乌军随后公布影片打脸说俄军落荒而逃 这是CNN采访团清晨四点录下的恐怖炮袭声 最后证实炮弹落下的位置 只距离这里约一百公尺远 这里的居民已长期改在地下室生活 包含坐礼拜 当天刚好有广播报导克林基的情况 居民心中五位杂陈担心战况变差 乌克兰此时此刻还在加紧训练新兵 这个训练所也出现第三突击旅的成员 传授实战经验 他们坚持不会像俄军一样草草训练 就把人送去当炮灰 不过对于要不要打仗 乌克兰人多少陷入场口 因为不止缺冰 乌克兰前线的弹药也不够用 这样的情况不止影响后续的攻势 也很难有效挡下所有的俄罗斯无人机 乌克兰指出俄罗斯主要使用四种类型的无人机 首先是飞行距离最远高度最高的海银无人机 当空中天线 之后再派侦查无人机辨别潜在的目标 这款无人机会将坐标传给Supercam 无人机做更精准的定位 最后一步才是用自杀式无人机展开攻击 过去乌克兰会使用箭矢防空飞弹 击落俄军无人机 现在却被迫节省弹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向美国喊话 急需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弹道飞弹 当然美国众院还是卡关军援 前线乌军的士气持续受影响 这新闻松火道 提供给您最新的消息 乌俄战争明天就戒满两周年了 美国总统拜登在稍早宣布 将对俄罗斯500个团体跟个人 再祭出新的制裁 这次受制裁的对象 包括了俄罗斯的金融部门 国防工业基地 还有跟纳瓦尼在监狱猝死有关的个人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那么说到了俄乌战争戒满两周年 俄罗斯也将在下个月举行总统大选 普京最近频频的露面造势 不但跟被国际竞赛的俄罗斯 划冰的少女同台 还亲自坐进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战略轰炸机飞上天 作秀意味十足 起立听国歌 普京左手边是俄罗斯花华天才少女 瓦利瓦 刚因为惊讶风波 遭国际竞赛四年 却成了普京身边做赏兵 俄罗斯第一届电子竞技大型运动会 邀请来自107国超过2000运动员 奥运和国际赛事被排挤 普京干脆自己办 这趟来到俄罗斯克山 普京还登上轰炸机 这架是俄罗斯图160M战略轰炸机 可以看到普京坐进驾驶舱 飞上天空30分钟 手指还按着按钮 这架战略轰炸机能挂载核武 是俄军核三位一体重要成员 除了坐车机 还亲自驾驶俄罗斯产的卡马斯大卡车 在俄乌战争满两年前夕 三月大选之前 不知普京耀武扬威 克里姆林公关员 个个自信满满 毕竟俄军才刚在乌克兰 夺下阿富迪福卡 动作更大胆 其实连北约国家都感觉到了 法国军方指控 俄军威胁设下在国际空域 巡逻的侦察机 同时北约越来越担心 和俄罗斯直接冲突 目前正在进行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 而战争打两年 乌克兰平民的生活 一样愁云惨物 在赫尔松 合的另一边就是恶军 白天夜晚 停不下来的爆炸声 经历两年摧残的居民 习惯了恐惧 也习惯住在废墟之间 每天等物资送来 两周年之际 战况不理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 生生求援 西方盟友们其实听得到 除了制裁欧洲国家 也在酝酿下一波队伍军援 德国正在考虑送出最大射程 500公里的金牛座飞弹 丹麦星期四也宣布 将近2.5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TVBS新闻众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